好!那這次館長時間 跟大家開箱 這一台馬克5號 的鋼鐵人頭盔 那馬克5號是鋼鐵人2裡面出現的 這個鋼鐵人的裝甲之一齁 那 館長最喜歡這一套裝甲 因為 他是手提箱變成的裝甲 所以此可以戴在身上 這個真的很酷啊 這台馬克5號的鋼鐵裝甲呢 也是依照1比1的比例下去設計的 所以這個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就來跟大家開箱一下 這一台的話是Marble授權 給Auto King去設計的 那 這個現在如果你要買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兩倍價格起跳了 因為館長是去年就訂了 等了一年才收到 那 打開呢 就是會一個 打開就是 這樣子 OK 那裡面呢有很多的 這個線路啊 這個地方可以把它打開 打開的話呢 這邊就會看到 它的 電池是裝在這個地方的 用個小袋子 這裡有 可以裝電池 那裡面的話 自己要裝4顆電池 大概就是 減性電池 裝3號電池4顆 你把它裝好之後 你就把它 塞回去這個袋子裡面 那這邊有那個魔鬼毡啊 把它黏好 它就不會掉下來 那這個 其實 它真的很合身 如果你的頭太大了 真的會戴不下去 那館長戴下去是剛剛好密合啊 其實蠻熱的 那這個 它這邊是用採用磁鐵的設計 所以就是你 戴起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很難戴 戴起來的時候 要把它黏上去 通常會夾到自己的耳朵 這個耳朵很常被夾到 所以到看著鏡子 慢慢的慢慢的把它塞進去 那如果平常你只是要戴的話 基本上 你就不要用那個東西 那這邊有開關 把它打開 開始有開始動了 那它還有附送這個 它有這個說明書啊 教你怎麼 因為它這個是聲控加觸控的 這個 它第一次出有聲控功能的 它裡面有 1 2 3 4 5 6 7 有7種 聲控方式 那 通常比較常用到的 大概就是 Javis 啊 啊 還去回應我 OK 那 Open the Mask 直接打開 那因為 關起頭盔 關長這個 講完幾次之後 每次應該是發音不太標準吧 所以就 很難就是 即時讓它關下來 所以這個 每個人發音的口音不一樣 大家可以練一下 你的英文發音 但是你也用觸控的方式 觸控的方式也是可以太平 好 好 那這個還是一個 我們的這個 搖晃器 搖晃器 也是可以用的 例如像 要打開電源 開啟台就 關閉 所以 會真的是 真的是蠻緊的 門長今天就不在這邊試態了 因為 前面有幾支影片 已經有試戴過了 那如果說 你還喜歡這個頭盔的話呢 你現在網上都可以在訂 那 可能要找一下 看有沒有比較佛心的玩家 或是店家 不會賣這麼貴的 那如果你想要比較便宜一點的 也有那種塑膠做的 那那個就可能是小朋友帶不適合 那這個你要合金製造 要電子零件的 這個真的是 可能看未來有沒有新的款式 再出了 那大家如果看到的話 一定要第一時間趕快去訂 那價格一定會是最優惠的 好 那以上是鋼鐵馬克五號頭盔的開箱 謝謝大家